我在柏林市中心 这个叫Piano Center的地儿 订了间琴房练琴 这个地理位置还挺方便的 下地铁500米就到了 还有5个房间可以选择 3个房间是三角钢琴 我订了三角钢琴里最便宜的Room 1 各种税啊 手续费什么的最后是6欧一小时 历史钢琴房最便宜的 大概5欧不到 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这个有钢琴 哇 这个箭 卡哇伊 全是卡哇伊 这里卡哇伊不好看 对不起 好好看啊 这里面阴森的 没有人 有一点点苦痛 这个能弹动吗 也弹不了 亚马哈 卡哇伊 哇 现在的卡哇伊真的是 这个钢琴还另有玄机 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密码锁 敲那个密码就开了 然后这个密码它是约定 约的时间15分钟之前才会发邮件 所以我还没到 就这个只是Room 1 然后因为我订的是Room 1 就没有说到其他Room的那个 就是怎么找 可能别的Room在其他地方吧 这样到时大家都不会互相打扰了 我下次订一个其他Room试一试 好 我们要开了 我们要开了 它这个密码应该是每次都会变的 进来了 哦 这是这个吗 哦 这是卡哇伊的 还不错 卡哇伊的三角形 然后这个房间就是有点 就是仓库吧 我觉得这样这个盈利模式还挺好的 不用任何人是吧 它只练琴 我今天把那个谱子用那个透明胶 在冰箱粘了一下 给你这样就好翻页一点 这个琴太子好长啊 嗯 哈哈 你看看 看看手感怎么样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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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发现好像所有人都在那边按密码 但是按完了就回去不同的房间开那个门 我觉得这个设计好好玩啊 我后面那个人进来了 然后我再偷偷听他探听 看能听到多少 Room 2是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扣子的对面 他这个Room 2比较好 感觉更私密一点 我刚才弹的时候多少还是就是这个地方 要有人经过 会影响我的注意力 然后我觉得戴帽子还是挺有用的 下次试试憋了钢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